大家好,我是註冊積劣治療師吳澤榮 長身冠常見的症狀包括疲勞、佛力、呼吸困難或急速 實在令不少身冠康復者非常困擾 甚至影響到日常生活的能力 今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舒緩氣速的呼吸技巧 當你感到氣速的時候 可以使用缺醇呼吸法去調整呼吸 缺醇呼吸法已經在多個醫學文獻上證實有效舒緩氣速 以及被廣泛運用 當你氣速的時候,先不要太緊張 如果你在家或者找到坐下的地方 先坐下,身體微微傾向前 可以用手支撐上身 或者上身趴在桌面或者穩固的支撐上 第一步,放鬆身體 尤其是頸部和肩膊的肌肉 第二,用鼻歌慢慢吸氣 直到感覺肺部充滿空氣 第三,嘴巴微微張開 嘴唇好像吹口哨或者吹蠟燭一樣 第四,然後用嘴慢慢呼氣 確保呼氣的時間比吸氣長 但要記住不需要將氣用盡力敷出來 重複以上的步驟維持缺醇呼吸法 直至氣速的情況得到改善